回忆女子强忍着伤从超商跑到对面的豆浆店求救 陈信前男友却没打算罢手 跟着冲进去 在镜头外继续持刀就往女子死里攻击 还好南港分局的警方就在附近听见警网呼救赶抵现场 优势警力到场持新型弊盾阻挡嫌犯 将这名恐怖情人上号逮捕 让被害人顺利捡回一命 但整个过程中也有不少民众建议勇为阻止嫌犯暴行 诚信嫌犯在超商外攻击 正好一名穿着白衬衫的上班族经过 拿着雨伞就往嫌犯身上刺 大家看见跟着拿雨伞帮忙 帮助被害人获得一线生机 后续逃到豆浆店内 一旁事务所员工急忙拿着椅子要帮忙阻挡 警方赶离现场压制嫌犯的同时 已依旧还没到 被害人血流不止 曾担任过护理师的热心民众赶紧帮忙检视伤口 超过五位民众在场帮忙 旁边有个男生就是有哪些拿雨伞就是干扰他 对 然后女生就是趁机挣脱之后就往对面的有何豆浆跑 可能就是想要寻求协助这样子 之前是护理师 所以我想说我应该就是可以帮一点忙 当过护理师的他为重伤的被害人做紧急的简单治疗 这回还好警方迅速赶抵加上民众的热心救援 虽然被害人受伤了 但也及时脱离险境 TVBS新闻正声维素佩宇台北采访报道